据环球网7月4日报道 7月2日晚间 国家网信办发布公告称 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 受此消息影响 滴滴出行当日股价大跌超5% 有传言称 滴滴为赴美上市 把中国道路信息和用户数据泄露给美国 还有网友从公开的滴滴董事会信息中发现 董事会里的一名外籍独立董事 原来曾是西点军校毕业的美国陆军军官 这一信息随后引起舆论轩然大波 对此滴滴出行副总裁7月3日回应称 滴滴数据存放国内将对留言坚决起诉维权 此次滴滴接受审查的背景 是去年6月1日正式实施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 2020年4月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12部门 联合制定的网络安全审查办法发布 该法的实施主要是为了确保 我国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供应链安全 维护国家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